也许巴别塔在欧洲的价值观当中算不得好词 它不仅仅是文化中途的代名词 同样也是鉴约上帝的大胆妄想 但实际上无限接近天际 正好反映的就是人类在社会进步中 不断突破自我的追求 埃及金字塔 巴比伦空中花园 甚至是商咒王的隐仙台 他们都有同一种建筑追求 那就是将人类高高举起 以便触摸最神圣的天堂 麦太奥拉就是这样的地方 在希腊半岛的南部 借助天然造就的群山石柱子上 耸立着众多的修院 他们从一千多年前走来 随处可见的双头鹰 是拜占庭帝国的印记 但长久的历史长河里 再强大的 再伟大的 也仅仅是瞬间掠过的影子而已 唯一不倒的是时代传承的人心 和恒久忍耐的信念 在圣堂的外面会看到这样两件东西 一个是铁的 一个是木头的 你会觉得它的造型很奇怪 但是实际上你加入了解以后 你会发现它从某种意义上 和跟我们熟悉的中国的寺庙差不多 这两件东西都是要召集人做礼拜 或者是进行沉思用的这两件东西 那么一个是木的 一个是铁的 这块木的它们还象征的是 诺亚的方舟所代表的木头 它象征就是无论诺亚 飘向多远 最后都要归到上帝的怀抱当中来 而这一件铁的东西的声音 更容易去引起人们的沉思 在晚上末祷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修道院和教会的教堂是有区别的 修道士们是与世隔绝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除了末祷 和去联想上帝的救恩以外 还有就要进行参加劳动 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现在也一样 即使是修道院院长每天也要参加劳动 而修道士们在修道院里 最重要的劳动其实是农业生产 这后面是一个巨大的橡木桶 巨大的橡木桶 那么大量的欧洲的修道院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一种出产的 其实就是葡萄酒 这种酒可以做在胜利崇拜的时候 的葡萄酒的使用 而大部分也可以为他们换得一些经济上的来源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酒桶的形象 这里是一个小平台 修道院的一个外面的小平台 我们上的这个上面的时候 其实也很困难 因为要足迹向上攀爬 但是在古代 这里真正是一个兴旺的修道院的时候 恐怕修士修女们的日常生活更困难 我后面这有一个脚盘 这个东西是有绳子的 一直坠到下面 这边有一个通道 据这里的解说人员说 这里到下面一共有400多米的距离 在当时来讲 所有的物资 包括人的上下都通过这个脚盘来完成 而这个绳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断掉 但是生死对于修士们来讲的话 或者是对于追求宗教属灵信仰的人来讲 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点 而在这里与世隔绝 完成对信仰的追求 可能是他们最永恒的一种愿望 感谢主任准备 066,019,019 komaj kir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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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ja